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7月31日的俄乌战报速递 那在这里首先要感谢的是明月思故乡 德才兼备梦想家随性自由的湖泊 生命在于做事 这几位网友呢给雷哥频道打赏 还有感谢过去所有给雷哥打赏的小伙伴 感谢您对雷哥和难民的大力支持 在这里雷哥祝您事业顺利 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何家团聚 好了各位朋友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战损情况 那么先来看一下俄方的战损数据呢 是来自乌克兰国防部 截止到当地时间7月30日 俄军共计损失 士兵40830名 比昨天增加了160名 俄军战机223架 比昨天增加了一架 坦克1763辆 比昨天增加了四辆 都兵装甲车 404辆 比昨天增加了九辆 远程火炮 916门 比昨天增加了十门 多管火箭发射车 259辆 比昨天增加了一辆 军用汽车 2902辆 比昨天增加了13辆 无人机735架 比昨天增加了两架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乌方的战损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7月30日发布的作战简报显示 在过去的一天里 俄军摧毁了数个美国制造的雷达 伊斯坎德尔导弹在哈尔科夫地区摧毁了乌军的海妖基地 俄军使用高精度导弹摧毁了乌军的多管火箭弹药库 炸死30多名乌军士兵 俄地面部队摧毁了两门美制777榴弹炮 一套乌尔干系统 两套JB榴弹炮 俄炮兵摧毁了乌军六套格拉德火箭炮 两门自行火炮 俄军在对乌克兰一天的导弹袭击中 导致140名乌军士兵被炸死 好了各位朋友 以上就是来自双方的战损 那么接下来看一看双方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消息 近期乌军使用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 摧毁了俄军多处军用设施 反制海马斯已被俄方列入首要行动目标之一 而现在俄方又有了一个新的目标 就是需要反制M270多管火箭系统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兹尼29日公布 M270首次投入战斗的视频 M270使用和发射海马斯相同的弹药套件 但M270一次可以装填两倍的弹药 扎卢兹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乌克兰武装部队要感谢乌克兰的合作伙伴 坚定不移的支持和援助 乌克兰将会和伙伴们一起走向胜利 乌克兰7月15日接收了首批西方国家援助的M270 但为确切说明交付这种武器的国家名称 此前英国与挪威都承诺提供这款武器 至于德国提供的三套德国版M270 7月27日才运达 应该还没有投入使用 有军事专家表示 视频中的M270搭配美国履带式斯巴达装甲运兵车 据判断可能是来自英国 海马斯是1970年是为美国和盟军开发的 履带式M270多管火箭系统的轮式改良版本 海马斯更现代化且具有较高的机动性 两者基本上发射相同的弹药 M270可携带12枚火箭弹 或两枚射程300公里的MGM-140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A-CMS战术弹道导弹 海马斯则可携带6枚火箭弹或一枚ATA-CM导弹 两者发射箱都采用模块化设计 弹药可以快速装填 英国提供乌克兰搭配M270使用的 M31A1精准导向式多管火箭弹 为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研发 是单弹头增程引导火箭弹 为卫星导引的精准攻击武器 美国援助的海马斯也同样发射M31A1火箭弹 GPS导引设计可针对70公里以外的目标进行精准打击 且不留下未爆弹后遗症 再来看第二条消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日表示 俄乌两军在乌东顿巴斯地区交战激烈 下令顿涅斯克地区的民众从当地撤离 泽连斯基强调现在离开顿涅斯克的人越多 俄罗斯军队杀死的平民就会越少 泽连斯基30日下令强制疏散顿涅斯克州的民众 表示撤离的居民将获得政府补贴 泽连斯基指出 包括顿涅斯克与卢干斯克在内的顿巴斯地区 约有数十万人需要撤离 许多人拒绝离开 但仍需要这么做 泽连斯基向国民呼吁 如果你有机会 请和那些还留在顿巴斯战区的人谈一谈 说服他们离开 特别是那些有孩子的家庭 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提到 顿涅斯克的天然气供应管线都已经被破坏 需要在冬季到来之前开始疏散 韦列舒克指出 乌克兰政府目前已开设一个协调中心 协助顿涅斯克地区的居民通过火车及公交车 转移至乌克兰境内其他更加安全的地方 韦列舒克最后表示 拒绝撤离的民众必须签署某种形式的保证书 表明他们理解并意识到留在战区可能发生的所有后果 并为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 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乌克兰军队持续在乌克兰南部地区反攻 27日成功以海马斯多关火箭系统摧毁赫尔松 到占领区的安东尼夫斯基大桥后 乌军南部司令部30日宣布 蒂涅伯河通往赫尔松的铁路交通已被切断 进一步将河西的俄军与被占领的克里米亚 和乌冬的补给区隔离开来 最近几周 乌克兰使用的西方提供的海马斯系统 严重损毁蒂涅伯河上的三座桥梁 随着这座横跨蒂涅伯河的铁路桥梁被毁 使得俄军更难以支援在河西岸的俄军部队 英国情报部门指出 乌克兰战略性的攻击已经开始孤立 赫尔松地区的俄军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阿列斯托维奇证实 乌军近来一连串的行动已将赫尔松地区的俄军孤立在地涅河以西 正逐步摧毁其弹药库 燃料库和指挥系统 只要乌军开始反攻 该区俄军只有三个选项 撤退 投降 或是被摧毁 但乌军也证实俄军已经开始调兵增援 增派部队前往梅利托布尔 扎布罗热和赫尔松等地 阿列斯托维奇最后表示 俄军战略似乎已从进攻变为战略防守 试图保住乌克兰南部的占领区 再来看第四条消息 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今天呼吁 以羞辱的方式处决被俘的乌克兰亚素团士兵 这番言论随即引来乌克兰官员的强烈谴责 据报道 俄罗斯大使馆发布的上述表态之际 俄罗斯控制的乌东顿涅斯克一座 关押乌克兰战俘的监狱遭到炸毁 俄乌相互指责是对方所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这起攻击事件造成50多人丧生 据称其中包括亚素营士兵 莫斯哥驻伦敦大使馆在深夜发布的文章中写道 亚素好战分子应当被处决 但不是被刑刑队处死 而是应该被绞死 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士兵 他们应该羞辱的死去 乌克兰总幕僚长伊尔马克随后在Telegram 发文痛批俄罗斯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 在21世纪只有野蛮人和恐怖分子才能在外交层级 讨论有人是否应该被处以绞刑 俄罗斯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根本不需要更多证据就能证明 今年5月包括亚素军团成员在内的马里乌巴尔首军同意投降 结束对当地乌军最后据点亚素钢铁厂长达数周的围攻 此后莫斯科军队俘虏了约2500名乌军士兵 此前称为亚素营 现在改称为亚素军团的亚素特战分遣队 于2014年由极右翼分子创立 起初在乌克兰东部对抗清俄分离主义分子 之后纳入国家卫队 受内政部指挥 再来看最后一条消息 俄罗斯政府30日宣布将32名新西兰官员和记者列入禁止入境名单 作为新西兰政府对俄制裁的回应 据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声明被列入名单的有新西兰首都威灵顿市长福斯特 新西兰第一大城奥克兰市长高夫 新西兰海军总将高丁以及记者格林帕加尼共32人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这项决定是对新西兰政府制裁的回应 而新西兰的制裁对俄罗斯人民的影响日益严重 俄罗斯此前已经对部分新西兰高层人士做过此类制裁 今年4月 俄罗斯宣布新西兰总理阿尔登列入禁止入境的名单 好了 各位朋友 以上呢 就是来自双方的消息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俄乌双方的实时战报 俄乌军事冲突第157天 以下消息来自乌克兰国防部 在哈尔科夫方向 俄军炮兵继续对哈尔科夫市 斯维特里什内 卢斯基基什基 杜万卡 皮斯查内 维尔克尼萨尔提夫 克罗波什基内 莱布亚兹 彼得里夫卡 诺尔特西夫卡 扎利曼地区进行了炮击 俄空军在 莫斯帕诺沃伊地区进行了空袭 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 俄军继续对 多利纳 克拉斯诺皮尔 马扎尼夫卡地区进行炮击 此外 俄军在 布拉日基夫卡地区的突击行动 被乌军成功反击 俄军随后撤退 在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 俄炮兵持续对 克拉马托尔斯克市 尚卡米扬斯克 伊万诺达里夫卡 佩雷兹尼地区进行了炮击 俄空军在 伊万诺达里夫卡地区进行了空袭 在顿涅斯克方向 俄军正在集中力量 试图摧毁乌军军事设施 为了在巴赫木特 阿弗迪夫卡 新波帕弗利夫地区的进攻 创造有力条件 俄炮兵继续对军事接触线 进行炮击 在巴赫木特方向 俄炮兵继续对 别列斯托夫 别罗格里夫卡 索莱达尔 巴赫木特 科德马 特拉夫内夫 扎伊采夫 纽约克地区进行了炮击 俄空军在 亚克夫里夫 扎伊采夫地区进行了空袭 此外 俄军在 塞米赫里亚地区取得了部分成功 并在被占领的乌军据点建立了防线 同时俄军地面部队在 波克罗夫斯克 特拉夫内夫两个地区的进攻 均遭乌军成功反击 俄军随后撤退 在阿富迪夫斯克方向 俄炮兵持续对 辛巴赫木提夫卡 亚斯诺布罗迪夫卡 阿富迪夫卡 内维尔斯克 佩尔沃迈斯克 克拉斯诺霍里夫卡地区进行了炮击 俄空军在 阿富迪夫卡地区进行了空袭 此外 俄军在 阿富迪夫卡 辛谢里夫卡 克拉斯诺霍里夫卡 三个地区的推进 均以失败告终 随后俄军撤退 在辛巴赫里夫卡方向 俄军在 辛西尔卡 马林卡 米吉尔斯基 五个 营达尔 普雷奇斯提夫卡 大辛西尔卡地区进行了炮击 此外 俄军在 叶霍里夫卡 帕夫里夫卡两个方向的进攻 均遭乌军成功反击 俄军随后撤退 在扎布罗勒地区 俄炮兵继续队 扎里兹涅什内 辛米克哈里夫卡 比罗基尔亚 辛安德里夫卡地区进行了炮击 在南部战区 俄炮兵持续队 特鲁多刘比夫卡 波坦金 卡姆亚内 卡列尔内 辛格里格里夫卡 维利克阿尔塔克夫 罗佐夫 科普扎尔齐 西罗克地区进行了炮击 此外 俄军试图为 比罗吉尔卡的进攻 创造有力条件 但被乌军的火攻术击退 好了各位朋友 以上就是雷格为您带来 所有的消息 希望您能够照顾好 您自己和您的家人 让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